在经恒大运河流经的城市中 苍州一段里程最长达到215公里 苍州的风俗里自然深深陷着运河的影子 为什么苍州人对羊肉轻有独钟 炸老虎到底是什么食品 你敢做品尝生螃蟹的勇敢者吗 这一集翠花将带您体验不一样的苍州美食 苍州中国北方平原上的一座沿海城市 自古有水汉码头之称 经恒大运河贯穿全境 苍州以运河的繁荣而迅速崛起 如今也因为运河水资源枯竭而丧失航运能力 但是大运河留给这座城市的印记却依旧鲜活 苍州美食之旅的第一站 翠花将从市区民族街开始 和当地人一起品味独特的苍州早餐文化 第二站到脖头感受武术之香的魅力 品尝大名鼎鼎的炸老虎 第三站前往黄华市挑战一道勇敢者的美食 最后翠花将到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 看杂技品美食 在苍州人的食物里少不了羊肉 以前运河发达的时候 北方的羊被大批运到这里 那么羊肉成了当地餐桌上的主食 从那时候起五花八门的羊肉餐开始流行起来 这条街的牛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呢 作为苍州人来说它处于冰海冲击平原 土壤里还有少量的盐碱成分 这个地上长着草呢 鲜美 然后呢牛羊食用以后 它的肉质也跟着就鲜美起来 所以很受人们欢迎 仅就这么短短的一条街 一天要销售四千斤的牛羊肉 叫做两吨 看来苍州人在那里不干羊肉 刘老师这就是地道的仓州人的早餐吧 对了 这是我们仓州特色的早餐 叫羊肠子 也叫羊肠汤 羊肠汤是独具仓州特色的风味小吃 已有百年一时 在仓州的大街小巷城乡路边 经营羊肠子的摊点随处可见 我看它切这个东西蛮好玩的 你看它不是在这个上面切 它是在碗里面切 它已经煮熟了 它这样切的还是比较方便 这个汤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一碗汤 对 猪汤是汤 它这里有调料吗 放的盐吗 有有有 这边都对来了 来两碗有兴趣吗 好当然有兴趣 我到仓州一定要像如香随俗啊 好的好的 师傅来两碗吧 怎么样 就跟羊肉汤一样的 是的 它就是羊肉汤熬制的 对 它也很好喝 这里的脂肪热量很高 因为这个汤喝的油很大 我感觉就刮了一层油 以前油脂还要多 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些改进 为什么这些所有的人站着去 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吃 他以前到这个码头上 随时就支持他点来 这些船工和合工的 他们在这吃了 吃了马上就走 他们是因为从事的重体力劳动 需要一些脂肪热量 尤其冬天热痛的端上一碗 一喝一吃 马上就干活睡下就走了 一碗已经走了 所以说他站着吃 这是延续下来的习惯 对 这种习惯延续到今天 对了 一个板凳都没有 没有啊 一个板凳都没有 大家都吃 一板凳都没有 是 除了羊肠汤 羊骨头章 在苍州同样家喻户晓 对于他的评价 苍州人只有一个字 香 这一进门 有一个浓郁的羊肉味道 欢迎欢迎 你的骨头 十斤 哎呀 骨头骨头是羊的骨头香 错了 错了 那我们今天品尝你做的 好好 你做的羊的骨头 好 走吧 这么大的盘骨头 这里需要多少 需要半锅都行了 搁这个老汤 嗯 光水 味道不行 在这儿了 你这老汤 哎 这里有一种浓郁的香料味 对对对对 这光它 跟着我现在啊 有二十几年了 这是你事业的见证 这水和老汤 几乎是搁盏一半 这边一半 比例水 哎 比例水 一半 下骨头的时候 那比如水 不要太温度太高 嗯 要凉 要凉一点水 这样它能把骨头里头的营养给进出来 师傅这个骨头那肉为什么这么少呢 我们吃的是羊骨头 他不盖 还可以吃这个骨头 我以为只能吃这个上面的肉 不不不不 吃骨头吧 骨头吃这时候 连这个肉! 带这个骨头 一夕黑 地方比较香 因为这个 interact 鸡骨呢 冻的时候比较冻 这个冻它就香 哎 奥妙在这儿了 对吧 那你们这做得 真的很特别的这个做法 下碗锅了 开始炖 开始炖 大火把它吹开了 然后呢 都割剁料了 现在这些个锅 这个我们在波兰也有这个 从美国进口的 对对对 这个东西产在四川 掰开以后买的时候 细特白你闻闻的香味 特香特香 这不是桂皮吗 这不是桂皮 这叫肉桂 也产在云南一带 你买是怎么买的 把它买了以后你把它掰开 你这舌头尖甜一甜 有点甜有点甜味 这是肉桂 看来这些所有的调料很有讲究 对对对对 要为什么香的好吃呢 一共有多少个调料呢 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 二多种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调料呢 通过我这二十几年的摸索 经验一定要得改善改善 二十多年研究了这个调料 二十多种调料 平均一年你研究过一个调料 对对对 各多少呢 你凭经验了 这个香料的味慢慢就开始出来了 添加完香料的羊骨头 再经过四个小时的熬煮 就可以出锅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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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它 这个这个 这个就可以 就一点肉都没了 要不要吃羊骨头呢 我先把这个肉肉吃 很酥烂 肉肉好吃吧 很烂 特别好吃 我看看啊 现在你说我看这个 是 这个看 尝尝 只有吃这个骨头呢 嚼 用牙嚼 试劲 嗯 有一种汁 有点油油的那种汁出来了 里面有藏起了什么 可以 拽一拽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血管 就是脊髓 脊髓 这个就这样吃 就可以吃了 拽出来 用手撑出来就可以了 像吃一个有时候吃的土豆泥一样的 对对对 这就说对了 是这样的 像土豆泥 但是有这个姜味 姜味已经给煮进去了 嗯 蛮好吃的 羊骨头张之所以受欢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苍州属于沿海地区 高佛 高点 吸收钙质 造成人体钙的流失 张师傅选的羊 是一岁的伊林羊 骨质没有老化 还有丰富的钙质 多吃可以补钙 有熟 有香 有香 没有善味 没有善味 真的没有善味 我不爱吃羊肉 我害怕就这个善味 但是来到这家店 一点善味都没有 真的像吃排骨一样的 这是我们苍州人做羊肉的 绝招啊 嗯 做的地道 它这二十多种香料 作用是起到 去腥去山 提鲜 嗯 把羊肉的 咱们食材的美味 真正给你体现出 所以说 过关了 过关了 我和张师傅 就是因为 来救食 交的朋友 是不是你们用的 不是羊排 今天用了 就是猪肉呢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苍州人 做羊肉的绝招啊 在张师傅这里 不仅可以吃到 美味的羊骨头 还可以吃到羊身上的其他部位 这两个东西听起来有点生蒙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怕 就像我们外国人 特别怕吃这些所有的器官 是的 但是对于苍州人来说 这就是美味 是吗 是的 如果说可能的话 请来品尝 我真的从来没吃过这两样东西 行吧 反正淬花还是一个春爷们儿 那么 我先从这个羊脑开始 行 除了哦 我的第一次吃羊脑 好吧 闭上眼睛就是 怎么感觉 感觉 等一下我想想有一种东西 感觉像那个螃蟹肉呢 而且就感觉跟肝 对 嫩鹅肝 鹅肝 嫩鹅肝感觉是 有点跟鹅肝有点像 这你可说对了 和螃蟹肉啊蟹黄啊 鹅肝有点像 其实这个蛮好吃的 第二个就是羊眼是吧 羊眼这是酱烧的 也没有山味 这就像鱼肉一样的 不是它里面有点肉 我好像吃到了那个肉的部分 这羊眼呢 吃起来就是质感 有点像 贝类 贝类的 就像一些什么 汉子 毛汉的 毛汉的这些 橙子之类的 有点像贝类 又有点像 鸡针 鸡针 鸡针吃过 吃过吧 吃过都吃过 摇起来它是有 有牙筋的 你上下牙一摇 它有弹性的 羊的身上浑身都是饱 浑身都是饱 什么都能吃 自古以来 苍州地处军事要冲 习武之风盛行 怎么样 我的身手不错吧 苍州人自古喜欢武术 就连当年 运克上在保镖 见了苍州人 也害怕他们 看来苍州人的飘悍 渗透到骨子里了 连小吃的名字 听着有瞎人 在苍州 有各式各样的甜点小吃 奇美香肠 无桥公面 笑口常开 但是离老百姓最近的 就是这天天都要吃的炸老虎 这就是传说中的炸老虎 它一点都不像老虎 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从哪里来的 你感觉不像吗 我感觉一点都不像 房房的哪跟老虎一样呢 中国有一样东西 可能你见到我也说 不老虎 不老虎 哦 我知道不老虎 就是说这些小枕头啊 有一些就形状 有点是这样的方 还有一些小摆设 你这样说有点真像 像不像 像 我们吃的这个油饼里面 是空的 但是它这个 吃起来这个东西很实 因为这个核爆蛋呢 头一遍杂质的时候 它这鼓起来更有圆 更要胖大 显得更小 所以说呢 它就像很形象的一个 不老虎的样子 那么第二个工艺就是 把炸的口切开 把鸡蛋灌进去 再把它封死 再第二回国再炸 出来就是这样 就是老虎吃鸡呢 一般中国的酒令都也学会了 是吗 河北苍州是回族聚居之地 全市回族总人数17万 是华北地区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 清真菜在苍州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今天 翠花在苍州民族会馆品尝的 就是一道苍州独有的清真菜 这么是黄色的我可没见过 这是用绿豆粉熬制而成的 然后您正在准备做什么菜呢 这在做我们本地的清真特色菜 嘎巴豆娃 嘎巴豆娃是小吃吗 是正菜 是正菜 正菜正菜 在苍州方言中 凉粉被称为嘎巴 豆娃就是刚刚萌芽的青豆 像一个刚出生的娃娃 再搭配木耳 菠菜 肉片 虾仁这些食材 一起炒制就是嘎巴豆娃 如何 酸肉很浓 然后吃起来还是很像凉粉一样滑溜溜的 这道菜 主菜是嘎巴 它是半透明像浴室一样 豆娃呢是绿色的 牛肉里脊片是红色的 还有木耳是黑色的 还有虾仁呢是白色的 颜色齐全非常漂亮 今天吃完这个菜 初华一开口大家都知道 今天中午我初华吃了嘎巴豆娃 那你很自豪啊 吃到苍州的粉帮菜了 对 苍州东林渤海 所以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成为当地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用特殊的制作手法 把丰富的海洋产品搬到残桌上 成为具有藏桌特色的海味美食 因为冬季不是捕捞的季节 海鲜都是上个讯期留下的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口味 这些鞋还是活的呀 对 这螃蟹是活的 是当地博海丸的缩子馅 就这样生着吃 对对对 缩子馅 对 那做这个菜的时候只能用这个博海丸的馅吗 像外来蟹肯定没有我们当地自己出的新鲜的 薄海湾是泥江海岸 这泥江海岸呢 它的浮游生活和养分都比较充足 这个地域生长出的蟹呢 就比其他的比较肥美一些 所以说我们这黄华98公里的海岸蟹呢 它这全部是泥江海岸 在这个 这就是薄海湾这一线 出产的这蟹就是比较肥美 第一步是把这个所有的蟹的这个 这个盖打开 现在它还活着你就要打开 把它这个缩子馅的盖 煎开一半 腌制的时候好入味 第二步我们可以精心腌制过程吧 对现在是第二步是入 这四组调料中我们在当地这个不爱般的虾油 虾油是什么 虾油就是做热的 这个确实这个虾味很浓 特别浓 是 所以现在这些螃蟹要来这里 对 他们要去游一游 要去洗澡 加入调料后的缩子蟹 经过24小时的腌制 以凉菜上桌 渤海湾的缩子蟹 又称三油缩子蟹 因背上三个隆起的点状物而得名 三个点吧 对 骨出来的点 就是优猴似的 所以说 这种制法就叫青蟹 青蟹 打开它看 那我吃过的生鱼片 吃过生肉 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生的螃蟹 这螃蟹后边整体呢 已经给咱们加工过了 给切开了 所以说 这青蟹又叫切蟹 切 煮熟的是没有这样吃的 切蟹 一批两半 这就可以吃了 然后把它不可食用部分 这些塞之类的 都把它丢弃掉 这都 就像我们吃普通的螃蟹一样 螃蟹一样 它一点调料都没有 现在做好了之后 就直接这样吃 不配任何一个调料 就像我们吃蒸的螃蟹 不用调料 因为它已经够咸了 对 蘸醋可以蘸酱油 因为这已经腌过了 腌制过了 咸度已经够了 对 就可以这样吃 我看看你吃 你告诉我做的怎么样 好吃吗 我给你 我吃完我跟你说 好看了 你很喜欢 这肉给挤出来了 这样一挤就出来了 吃柿子似的 你看它和柿子肉有点像的 很好 蟹黄 蟹黄 这里在颗上面有一点 行啊 你专门一来就看到没味了 但是它这个蟹黄 这么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 很明显 蟹 蟹 是不是蒸的螃蟹 就看不出来这样 对啊 是啊 蒸到一块去了 这个呢它就 还是分开的 和那个鱼籽也是一样 大马拉鱼籽 不都是这样 都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是 好 怎么样 慢慢吃 还是挺 第一感觉是 挺生猛的 对我来说 很咸 好此食用 可能是有点不太习惯的 首先是第一 就一放到嘴里 特别咸 对 第二就是 很Q 吃起来 就是滑滑的 反正可能也是 因为知道它是生的 都突然有一种真的 它这有些回味的 你吃完它以后 你可以把它 到 用舌头射箭 可以把它匀过来 然后你再咽下去 慢慢回味 就和中国喝茶一样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 它有回味的 品它这回味 非常香的 它是一般都是你们就 只有拿着它吃 不配其他的东西 配一些菜吗 还是就是 这一般是在酒西宴上 先喝酒 喝着白酒 一般喝酒 一般喝酒 就是它配酒吃的 这配酒菜 白酒对它也有一点消毒的作用 消毒的作用 看你这样吃这个螃蟹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什么话 俗话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哦 是勇敢者呀 对呀 你很勇敢 这个鞋确实我不勇敢 我不敢吃 但是我刚尝尝这个鱼 其实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个味道特别 我可受不了 味道很大 味道很浓 很浓 让翠花受不了的味道 来自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 糟缩鱼 由于糟缩鱼的腌制时间需要七个月 所以我们请周厨师给我们演示了制作的过程 首先将捕到的缩鱼去内脏 用重盐腌制 使鱼肉呈浅红色 然后用小米粥抹在鱼身上 依次重叠放入容器 再用油将其覆盖 最后将容器封好 放在阳光下发酵六到七个月 就完成初次加工了 加工好的糟缩鱼 只需要蒸一下即可食用 很嫩 你看一家的时候就很烂 其实这个有点像豆腐乳 特别咸 而且吃着这个配着馒头 对 豆腐乳也是这种发酵糟制的 这鱼也是这样的 它为什么咸呢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平常渔民吃饭时候所主食的菜 中国的旁人家有一句总结 对中国的菜品 叫鲜中味淡中香 但是你细品它 它鲜中又有其他的香味在里头 也能吃出来点酒香味呢 这个食物发酵的 它这个综合的香味 还有虾油味啊 它都有的 你细品它还是 你说的太对了 我在这种心里边寻找了很香的味道 然后我继续吃 好 这句话总结得很好 离开黄华市 翠花来到了中国杂技之乡吴乔 对于生长在杂技之乡的苍州人来说 杂技就如同吃饭睡觉一般 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今吴乔人甚至还把美食和杂技 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扣上伸手一抓 变 一碗就变了 这怎么扣的 这是扣肉的 对啊 你刚刚睡酒吗 我看着 尝尝 很浓郁的 无销的 65度的酒啊 对啊 接下来我们这有一个空盘子 可以检查一下这个 确实是空的 看看 是空的 好 什么有没有 嗯 我们这儿那个挖把这个盆子扣上了 对 新手抓三二一出来 哇 这怎么出来的这是 哎呦我这真的厉害 很奇怪吧 咦呦 我们有菜我们有香肠 有了 有香肠 可以吃香肠 来来来来 还不吃饭 来来来 不吃饭 不吃饭 现在这里的服务员太 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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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传播者的形态 它的艺术魅力给浸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为母星河 大运河捕育着苍州人 因为运河流传至今的独特饮食习俗 也深深地嵌在苍州人的饮食习俗中 在苍州 美食永远会超出你的想象 如果你也想挑战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不妨亲自来这里尝尝吧 离开苍州 波兰姑娘翠花来到天子渡口天津味 三合交汇之地 又会创造出哪些不一样的美食呢 天津独有的锅巴菜里竟然没有菜 戴林制作的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 不去塞 不挖内脏的巴大叉又是什么 奢华公馆品味平民美食 精彩的食物尽在行走的餐桌